空间摄影与运用 翁彩琼老师讲述 概述 第一个部分,序的部分 也就是概述的开始起头 我们要跟同学谈的理念是摄影涵盖的一个层面 摄影涵盖的层面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技术性的一个层面 一个是理念性的层面 那所谓技术性的层面 我们时常在同学中可以听到同学说 我要买一台相机到底买什么样比较好 你就可以听到很多同学给你很多的经验分享 告诉你说某一颗镜头特别好 某一个机身特别好 某一个机身它所拥有的镜片 是什么样的敞出来的镜片 也会有同学说某一种相机它是广角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听到说 有一些这个镜头大炮广角 渔业等等这些都属于摄影技术性的一个层面 那这些层面呢包括设备的 包括这个手感的 包括这个成果出来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是理念性的层面 所谓理念性的层面 我们要谈的是同学利用什么样子的心态 去拍摄一张照片 我想这个理念性应该是我们在这门课程 传达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你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呢 去准备拍摄一张好的作品 所以综合在两个层面呢 就是我们摄影涵盖的整体层面 也是同学未来制作一张好照片的一个基本要素 那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传达的时候 我希望同学就了解 老师基本上希望同学在整个学期应用的是同一台相机 整个学期应用的是同一台相机 那慢慢的你一直在重复的摸索它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知道那我这台相机的特色到底是什么 那限制是什么 它可以让我拍出什么样子的更优于 一般按下快门时候的一个照片 那你必须要持续的用 持续的去替它做记录 这样子呢 你才会有好的结果诞生 那也就是说呢 当你拿着一台相机的时候 你拍出来的照片跟别人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同样的就要说 同一台相机可以有不同的内涵表现 这个是属于理念性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当然面对这台相机可以延展的技术内涵 跟你的认知上面也会有所差异 如果这台相机是你的 你知道它拥有什么样子 比较具有特性的镜头跟表现内容 你所呈现出来的理念会更完整一点 第二个部分是拍一张好照片 那这个部分要传达的理念是说 老师希望同学可以拍一张好照片 而不是做一张好照片 那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所谓拍一张好照片就是你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 你具有非常完整的心态准备 按下快门它就是一个结果 那什么叫做做一张好照片 当然就是我按下去了以后 后续我可以利用很多后置的动作去完成它 让它变成一张好照片 比如说现在有非常多的相机 你按完快门以后你觉得哎呀这个女生怎么肤色今天不好看 光影打的不好很快的现在的摄影技术现在的相机很棒 它可以直接还在你相机里面你就开始去做编修 那有一些相机厂牌它就是针对女性开始去做出来 你可以帮她上美妆你可以去修整她的这个肤色 甚至呢在相机里面你就可以去帮她制作她的双眼皮 那这些都不是拍出一张好照片的一个基础 那或许你说哎我的相机没有这样子的功能 但是呢房间的photoshopphotoimpact都非常的流行 它可以让你修出好照片 比如说肤色的补点 它长了青春痘我都可以把它削掉 它有质我都可以让它变不见 所以呢很快的你可以利用它做出一张好照片 除了这样子的做法以外呢 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做好照片的基本条件 或者是说呢我的相机或后置上面 我可以做裁切 把我环境里面不好的东西裁掉 或者是我去无存经呢 我可以去这个把我想要的内容上面 做截取呈现一个好的成果 好那这些都叫做做一张好照片 那基本上呢老师希望各位同学在这门课程的时候 一开始就拥有好的心态 请不要去做一张好照片 请同学去拍一张好照片 好那你说哎我后置了老师怎么会知道 哎很抱歉啊 现在电子软体非常的发达 同学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拍的 你的光圈多少你的快门多少 他有没有过铺等等这些资讯 全部在我们的电脑系统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样子的软体后续老师也可以跟同学来做一个分享 所以由这个序呢最后面同学就请建立摄影快乐的一个心情 那开始准备好你的相机 我们这学期的课程要开始了 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课程内容 跟同学分享在这个学期里面呢 我们想跟同学谈什么 第一是正确的摄影观念 刚刚同学哎老师前面已经谈了一些咯 第二件事情寻找好的机会跟适合拍摄的空间 这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一个环境里面他会有不同的变化 你去要寻找这样子的适合的一个机会去按下快门 比如说你今天想拍日出 结果呢当你登顶的时候 哎太阳已经高高挂了 这个时候你当然拍不出日出 那这个时候请你不要垂胸顿足 你可以寻找在这个太阳高高挂的时间点里面 那那个环境有什么是你想要找到的 所以呢你必须寻找好的机会跟好的空间 当然也要配合你适合的这个景框 去做更好的一个调教 第三件事情我们对于相机或者是技术 我们都会跟同学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然后告诉同学你怎么样操作 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拍摄成果 第四个部分呢 光线的利用跟补足 在我们这堂课其实非常重要的 你去黑漆妈屋的拍了一张照片 那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这个时候同学可能会讲 老师我们去拍夜景啊 每次拍夜景就会想 这么黑我要不要开闪光灯 结果闪光灯一开人是亮了 可是后面的夜景全部一片漆黑了 那我不开闪光灯结果是什么 人跟景物都很黑 那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 当然有办法 那所以光线的利用跟补足上面 也是请同学要做功课的 下面要谈的是黑白跟彩色的部分 我们拍摄的目标不一样 你要拍黑白的照片 因为它只有灰阶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 你拍摄的时候环境要更干净 你所要表现呈现的主题要更清晰 你的光影呢 要打得更好 这些是黑白上面非常重要的技巧 那这个时候同学就跟我讲 没有啊 现在相机都很棒啊 我拍彩色的照片 然后呢 我只要按一个按键 它就变成黑白啦 还可以变成咖啡色 红色 绿色等等啦 那哪需要区分黑白跟彩色 当然要 因为当你缺乏很多颜色变化的时候 如果你的环境过分紊乱的话 那你的照片效果当然就不好了 好 下面要跟同学谈的是 我们在拿着相机拍摄的时候 时常会犯的一些错误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在课程中特别提醒同学 希望同学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比如说拍摄人像的时候 我到底这个要拍全身的时候 我到底要截取哪一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非常清楚 有一些部分 可能是手 我伸出去往横向 两只手往左右横向伸出去的时候 我到底要不要把手截掉呢 那不截掉呢 这个我后面又没有空间可以退了 那就算我退了呢 拍出来它的环境景物呢 这个后面的背景非常的问乱 我怎么办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拿着相机的时候 时常会有的错误 在这边会做一些提点 下面我们要谈的是 摄影要掌握哪些要素 摄影其实它的要素很简单 就是光圈啦 快门啦 光线啦 等等这些基本因素而已 那每一个环节都会有掌握的要素 这个我们在技术性上面 我们会跟同学谈 有了这些基本概念以后呢 后续我们就希望告诉同学的是 那你有没有机会 有更好的摄影技术 来让你自己提升呢 怎么样提升 会让它掌握更清晰的内容 比如说我平常按着按着都可以拍 有一天呢 老师要你去拍瀑布 老师要你去拍捷运 老师要你去拍一滴水滴 我到底应该怎么拍 这个时候你听着听着 你可以在生活中先试试看 先做点实验 有没有机会拍的更好一点 最后面呢 我们要跟同学分享的是 那我们有非常多的照片 我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个简单的软体编辑 那这些软体呢 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格式 那在这边会跟同学分享 最后面呢 我们希望同学有一个影像编修跟剪辑的一个 基本资讯的一个培养 底下呢 要跟同学谈的是正确的摄影观念 好 那正确的摄影观念 其实老师要传达的内容也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就在讲 所谓的摄影呢 其实是科技 艺术跟思考的表现语言 你综合这三项以后呢 就可以有好的摄影成果 好 那什么叫做好的摄影成果呢 就是我们时常听到的 他抓得住我 谁是他呢 当然就是你呈现的这张照片 他抓得住我 什么是抓得住我呢 哦 原来我想表达的跟呈现出来的内容是一致的 好 是一致的 好 那所以呢 非常重要的是 按下快门那一瞬间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想要表现的好 是什么 那这些好呢 我借由这个镜头怎样传达 那如何去做一个保存的动作 好 所以一开始就要请同学思考清楚 我想要拍什么 想给别人看什么 好 那我这个景框里面的一个空间构图 我到底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 好 那这些内容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下面要跟同学谈的是摄影呢 其实是一个人个性的表征 好 那我们都在讲静相的静态的影像创作 好 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个性 好 那你的个性怎么可能会表现在一张照片 也会呀 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人个性不同 有些人比较安静 有些人比较活跃 那这些呢 个性上面的影响再再就会显现在你的相片成果里面 好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 好 呃 我看见一个东西 啪 一个按下快门 跟我专注的看一个目标性 按下快门 它是不一样的 好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我看见一只鸟飞过去 我赶快把它快门按下去 跟这个赏鸟学会 好 把这个镜头好好的架着 等鸟飞过按下快门那一瞬间的专注 好 那个是不一样的 好 因为他等了很久 他把环境全部都设定好 他按下快门的那个景框是最完美的 所以当然会不一样 所以呢 今天如果要你去拍一根电线杆 好 你专注的看着他 我到底这个景框里面 我电线杆要拍到哪里呢 好 他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跟差异性 所以很重要的 在你的那张照片呈现的时候 要懂得去无存经 好 下面要谈的是构图的一个重要性 好 每一张照片都会有不同的构图 好 那举个例子来说 人像啊 我们拍人像的时候 有全身的 有半身的 有头像的 有局部的 那在这么多不同的拍摄方法 他的这个构图上面都不一样哦 好 举个例子来说 好 比如说你相机啊 框框拿横的 然后呢 你拍摄一个人 那你按下去 你就知道你的左右两边留着非常多的空间 那你就要去想一想你的背景是什么 好 那如果这个人像的背景呢 是一群垃圾 一堆垃圾 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景框的部分 构图的部分 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部分呢 镜头跟底片 好 那这边讲到镜头跟底片 当然也就牵涉到说 哎 我会去影响到我的框框到底是什么 好 框框内容到底是什么 好 你的镜头不一样 你的框框的幅度也会不一样 好 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好 所以最后面就要跟同学说 拍什么啊 好 你怎么拍啊 可以显示摄影者到底重视什么 好 那比如说 哎 你拍一个美女 好 你拍一个美女 你会不会拍全身 好 会啊 好 为什么 因为她是show girl 然后因为她穿着短裙 好 好 那你拍一个阿嬷 你到底会不会拍全身 哎 大概不会哦 因为呢 这个阿嬷站姿也没有很好 好 那你会拍什么 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拍她的脸上的皱纹 对不对 好 所以 那脸上的皱纹要怎么拍呢 到底是拍一条皱纹 还是拍肩部以上 还是只拍她的脸 还是只拍她的局部 好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完全在乎的是 每一个人表现的技术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说啊 摄影啊 可以算命的吗 可以啦 好 因为从摄影的作品 可以看出你个性上面的一个特色 好 你个性上面的一个特色 所以啊 讲到这边就提醒同学啊 好 在整个学期呢 我们会教一些作品 请你 请你 务必请你 不要找同学帮你拍照片 佼佼 好 然后呢 你如果有能力的话 哎 真的要找人帮你拍照片 佼佼 最好整个学期找同一个人 好 不然老师一定会发现 哎 这位同学 为什么你的照片 每次所呈现的 哎 算命结果都不一样呢 好 所以这个部分要请同学注意 好 底下要跟同学谈的是 创作是个性的培养 好 那我们说 哎 摄影学到底是不是艺术的一环啊 好 那我们都知道啊 画图啦 音乐啦 射箭啦 骑马啦 这些都是艺术的陶夜 跟健康形象的一个表征 好 当然我们在哪一个相机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跟写作 其实跟绘画都具有同等的意义 它也是属于艺术的一环 好 那艺术的一环包括很多 前面我们在讲的画一张镜像的图 当我去拍摄环境的时候 他所呈现的结果可能不一样 好 我拍有人射箭骑马的这个健康形象 我所运用的技术也会不一样 好 所以静态的照片 或者是快速流动的照片 或者是在瞬间凝聚的照片 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性都是不同的 那当然我们在 有时候在网络也可以看到很多扭曲的 扭曲性的拍摄的一个结果 也都是不同的类型艺术的表现 那当然摄影学就是一个艺术的一环 好 底下呢我们要跟同学谈的是窥见跟延伸 什么是窥见跟延伸 好要跟同学谈你的眼睛看到的视觉环境 你环境里面的角度是非常宽广的 好 甚至你转一转头可以看他360度 可是呢 当我相机一按下去咔嚓的那一刹那 我只得到的是这个框框里面的一个影像 所以当然很重要 眼睛跟镜头是具有差异性的 好 那有的时候呢 哎 你看远远的远远的树丛里面有一只小小的鸟在树梢上 好 那只鸟非常的小 那你说他到底是什么鸟啊 好烦哦 好 我还想看一看 可是怎么连颜色都不是那么的清晰 好这个时候呢 我用镜头的摄取 我可以去利用望远的功能 就去把远远的景物往前拉了 好 而不需要人爬到树上去看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哦 原来是一只白头翁 好 所以眼睛跟镜头上面的差异是有的 好 同样的 在眼睛观察的过程中 被捕捉的 环境景况也会有所差异 所以老师希望同学下一件事情 你要去 在乎被忽视的生活细节 在乎被忽视的生活细节 那你就可以拍出好的照片 好 这个是望远的部分 把远端的影像往前拉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是比较大环境 大范围 宇宙型的记录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需要什么 广角的部分 但是不要忘记 当你利用好的更加的广角的时候 它会有变形的问题存在 好 这个也是同学在拍摄的时候 要去做考量的 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跟同学讲非常细微的生活细节 好 比如说我请你拍一只蚂蚁 或一滴快要滴下来的水珠 到底怎么拍 好 那这个也是技术 所以呢 老师不要你们在这个学期里面拍多少伟大的剧著 但是希望你从生活中里面去做好的记录 什么叫做好的记录 就是到底是什么场景 什么样子的太阳光之下 你拍出什么样子的照片 那这个东西包括相机的调教 那都会有一些记录下来 好 所以呢 当你去连贯这些讯息的时候 你的摄影资讯就会非常的完整跟丰富 好 所以呢 我们时常在讲说生活中我常讲 我记得小时候怎么样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做过什么纯事 可是呢 人家说你说 哎呀 你留下什么 对不起 什么都没有 因为那也是只是瞬间记忆 好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如果你身上有拍摄的工具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捕捉他 十年 二十年以后你说 哎呀 我小时候原来干过这件蠢事 那这个也不难啊 因为我们现在 手机的摄影功能都越来越完整了 好 底下要跟同学谈的是 摄影是一种掌握能力哦 好 那绘画跟摄影其实前面讲到是一样的 好 在你的绘画笔下展现了光影 好 那利用它来展现世界的一个特色 好 那利用摄影它更强了 它可以在同一个地点 每一个时间表达上面都具有不同的差异性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相机呢 基本上是可以很快速的去捕捉环境的一个特性 这跟我们在绘画世界里面 想要表达的内容又更强了 好 好 第二件事情是光线构图的一个影响性 光线进来了 你要非常注意音跟影之间的一个变化 那我相信同学在做3D动画的时候也是 会被老师要求说 哎 你的阴影设定不对哦 好 你的阴影从不同的角度设定会有更好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你的光线来回答的时候 同学都知道 我可以有更多的一个3D不同的 这个细腻的表现 那这些东西在在都可以影响你呈现作品的一个好坏 那另外呢 就是你拿着这一台相机 你拍摄的角度跟位置 好 所以一个不小心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摄影师怎么没事啊 没事老是趴在地上往上头去摄影 因为不同的高低位置角度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摄影结果 好 那这些东西呢都会对场景具有影响性 对拍摄的主题也会具有影响性 好下面要跟同学谈的是我们有非常多的科技啊 那这个科技啊 其实为我们带来相当多不同的生活的一个变化 那比如说现在你可以很快的在路上 看到一张照片 按下去以后马上把它丢到FB 去跟我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做分享 那跟以前呢 我按下快门以后 我还要等到那一卷胶卷拍摄完了 然后拿到这个摄影馆去请人家洗出来 洗出来以后呢 它还是照片 那它要变成电子档 可能还要咚咚咚经过扫描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它的及时性就比较差 所以现在目前呢 很多的科技来讲 其实未来都是一些主流 那当然传统影像的基础还是不容忽视的 或者是我们现在也会有相当多的这个科技 告诉我们后置怎么样做可以做得更好 好 那所以在这些科技主流的影响之下呢 我们拍摄出来的照片 可以 我没有什么很好的技术 可是我可能拍出很好的照片 对不对 因为我的相机很好 然后呢 前面讲过 我速度可以更快 然后呢 这个我按下快门 更简易 然后更精确 是我想要的 最起码 很少会有模糊的现象产生 好 但是呢 缺乏珍惜的能力 好 那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以前的人呢 相机我要按下去快门要想清楚 我这一个按下去 它就是一格底片 好 但是呢 现在数位画了以后 啪啪啪啪 反正我按了100张 一定会有一张好的作品 好 所以呢 缺乏珍惜的能力 好 狂按猛按 我一定会有一张不错的 好 所以 缺乏 好好的去思考 我按出的相片 到底结果是什么 好 那这门课程呢 我们原则上希望 修正同学这样子 错误的观念 好 所以请你好好利用 你基本原则的一个掌握 好 底下要跟同学谈的是 寻找摄影机会的一个要诀 好 那第一个部分我们要谈的是 轻松跟写实 好 轻松跟写实 所谓的写实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名胜古迹 好 那这些名胜古迹 我要留下讯息 OK 我可能要知道 好 拍出这个瓦片斑驳的样子 好 那这个 门窗的历史价值 好 那这些呢 我们所谓的这个写实 要把它拍摄下来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我们就说 哎 并不是只有这些名胜古迹呢 才值得我留下影像的讯息 好 好 那在你的生活中 如果你具有生活的观察力 并且具备想拍照的意愿的话 那你就可以有机会在轻松的状态之下 拍出好的观察力 好 所以请你不要忽略了你生活许许多多的小细节 好 那所以底下跟同学谈的是被摄影追求的要素到底是什么 好 当然我们前面谈的就是面对生活的观察能力 你要很细微去看一看你生活中的变化 你生活中的特色 好 比如说我叫你呢 进入室内空间 请你去拍一组沙发 好 好 那你就可以发现 哎 每个人拍出来 同一组沙发的结果都不一样 好 那这个就牵涉到你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 OK 好 表达的是我这组沙发在空间里面的摆置位置 还是他的气派性 还是他的文理特性 他都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呢 底下老师只希望同学利用轻松的愉快的心情 深历其境的去感受景框里面所要表达的环境 底下要跟同学谈的是生活日记 那生活日记之件事情我们也希望同学了解今天的环境跟昨天的环境虽然一样 但是请你不要把它看作机器 因为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每天的气候温度太阳的角度都会不一样 所以呢 这些东西具有差异性的 好 今天拍了 明天再拍 今天拍的时候想一想 哎 明天他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你就有一个文理可循 当你有文理可循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 持续利用这样子的文理记录拍出好的照片 好 另外呢 在做记录的时候 老师希望同学知道你必须要跟照片更亲近一些 好 那最主要请你好好的去写一个脚本 比如说我要你去说个老人喂鸟的故事 或者替老人写故事 好 你看到有一个老人坐在这个椅子上喂鸟 好 你看到他的面前表情 你看到他的这个脸部文理 你可能会去思考 你可能看到他的动作 你会去思考 他的背景因素到底是什么 所以请你拍摄照片的时候 然后务必深厉其境的去做拍摄 好 怎么样开始学习拍照呢 哎 学习的目标来请你订一个便当 好 你要怎么样准备 怎么样构图 色彩怎么样调配 怎么样呈现 这是都是你要想的 要不要闪光灯呢 好 光线到底应该怎么搭 我到底应该放在窗边拍 还是应该要放在桌子拍 我的桌子会是什么颜色的 好 我要不要摆筷子呢 等等 好 旋转角度也会有不同的差异 那这个时候就是考虑到 我这个框光啊 到底怎么样取静会最好 横的 重的 好 到底什么是我要的 所以很简单 拍摄一张照片呢 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案 也是各位学设计的同学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下面要谈的说 你拍了一张照片 留在照片里面的喜好会是什么呢 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珍贵的记忆会被消失 那你按下快门 把这些珍贵的讯息传递下来 告诉我 你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怎么样呈现细部的照片 角度我怎么样掌控 自然光 到底打得好不好 要不要加一点蓬光 要不要架三脚架 好 所以呢 你要告诉我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案哦 然后呢 再去依照你的计划案 拍出好的作品 所以当然这个课程中 老师也能希望 你借由这样一个过程把计划好好的写下来 好 下面要告诉你说 哎 这个你不要想说是数位 就乱拍 那老师也希望说 哎 你不要说老师说不能乱拍 要好好想清楚再拍 那我想清楚的按下去不好 是不是也就不好了呢 错 请你反复尝试失败 那怎么样反复尝试失败呢 当然就是要多拍 除了多拍以外 再多的阅读呢 不如走出去拍张好照片 你看了很多技巧的书没有用 你必须要跟你的相机融为一体 那当然这些资讯里面有非常多的经验分享 包括社团的参与 包括网际网路提供给你的讯息 但是呢 这些照片因为每个人审美观念的不同 而会具有差异性 那有的时候呢 因为你没有持续的拍摄 所以拍出来的结果跟你想象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咯 当然在拍摄的过程中 你每一次拍摄都去做笔记 对于环境做笔记 对于相机里面的基本咨询做笔记 都可以协助你突破很多困境 拍出一张好照片 当然不要忘记 我单一的画面不会只按一张 当然不会乱按哦 但是不要只拍一张 那就太吝啬了 当然你可以设定连拍 或者是让你按下去快门的那一瞬间 都会有不同的设定值 那你可以借由这样子环境的记录 跟每一次快门按下去设定值的差异记录 来了解自己相机跟自己技术的一个特性 那去做差异比较 你的摄影技术很快就会进步了 底下跟同学分享的是受感动的画面 一张照片可以感动人是很重要的 单一指定的事件会有不同的呈现 比如说前面跟同学讲 请你去拍一个便当 你就会发现 每个人拍出来便当都长得不一样哦 所以呢 一件事情不会说 很难拍 或者是 哎呦 拍一个便当真是没趣 好 这些东西你要去创作 这就是我们做设计人的一个基本动向 你如果不懂得创作的话 未来做设计是会很辛苦的 好 下面是不是一定需要拥有私人的相机呢 前面谈到一台相机基本上是动作家感受 你知道他的性能知道他的特性 再加上你的技术磨练 你会成就好的照片 好 但是呢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没有相机 好 你可以跟同学借 好 但是跟人家借的时候 请你整个学期习惯的用同一台相机 你才能去做好的记录 好 那最后一件事情就告诉你说 你拍照片的目的是拍出别人也想看的作品 拍出自己想要的结果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最后面呢 那就问同学是不是建立对环境感受力的自信心了呢 好 这门课程里面 这一节一直在跟同学讲 请你 请你 务必准备好对环境的感受力 然后准备好开始课程的心态 好 这学期的课程即将开始 好 以上课程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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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